周雪儿和肖天林正月初三就回来 宋桥北一家十分高兴 老太太更是拉着周雪儿不停地问长问短 奶奶 这是你孙女婿 你喜不喜欢 小伙子叫啥名字 啥时候跟我们家狼儿认识的 奶奶 我叫肖天林 跟你孙女认识已经有两年多了 这就好 这就好 早听雪儿提起过你 今日一见果然一表人才 干嘛过誉了 雪儿在省城能跟你们住在一起 有你们照顾我也放心了 小伟和小旭已经供出了宋西南 宋西南主谋 三年前兰儿的那场车祸 也是宋西南策划的 前天我二叔到风水 已经告诉我们了 前天是大年初一 楚南天到风水干什么 二叔到风水当然是有所图谋 我一向不但于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别人 二叔这次还是让我开了眼界 你们这么早来省城 不会是跟楚南天有关吧 干爹果然料事如神 我们得罪了二叔 仓库的事 不知道又要生出什么波折 把事情的经过说来听听 不要漏掉一个细节 周雪儿把楚南天到他家的经过 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宋桥北陷入思考中 久久没有说话 楚南天性格阴沉 在供销社掌握着实权 为了区区五千块得罪他 实在有些不划算 干爹的意思是说 我应该给他这五千块 向来民不予官斗 他上门找到你说明 他没有把你当外人 你却把他拒之门外 跟你签这么大的合同 一分钱没捞着 怎么可能 这是我确实考虑不周 做事太简单粗暴了 你阅历尚浅 做事冲动 不考虑后果也属正常 我跟你一样年纪的时候 比你更冲动 我这次陪着雪儿来这里 就是想一劳永逸地 解决二叔的问题 我和雪儿年轻做事 往往欠思量 干爹志勇双全 就替我们拿个主意吧 他们部门之间是相通的 三点两头来查你 就够你喝一壶的 现在仓库还在装修 我估计他们应该会在仓库这个问题上下手 楚主任 欲衔接的仓库动工装修了 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 放心吧 楚主任 我一定会把这事办得妥妥当当的 这里是仓库 谁锁上的 把门打开 我们要到渣土 你们弄错了吧 这个仓库我们已经租下来 准备做生意 滚一边去 我告诉你 这是供销社的仓库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 这倒是个技术活 要不你先做个示范 滚一遍给我看 吴蒙二话没说 挥起老拳便向年轻人打去 肖天林闪身躲过 还顺手带了他一下 吴蒙这一拳扑了空 打了一个裂剑 差点摔在地上 众人互相使一箱眼色 打喝一声便冲上前来 肖天林一行换位 只几个回合 几个人就全倒在地上 说 谁派你来的 是楚主任 周雪儿和宋乔北 听到外面有动静 赶紧从里面走出来 把楚主任如何指使你来搞破坏的经过 原原本本地写下来 不许漏过一个细节 吴蒙的文笔功底不错 很快就写好了 吴蒙 你是个干时事的人 干嘛要跟着楚南 天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人在矮言下不得不低头 宋总是成功人士 哪知道我们这些小人物的悲哀 我知道你追随楚南天 是因为你老母身体不好 家里孩子又多负担重 这时一出 你在供销社恐怕也待不下去了 你要是不嫌弃 就跟着许儿干吧 你好好干他不会亏待你 周总 我这人试得死心眼 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 周总 这位大侠你是从哪招来的 功夫太厉害了 什么大侠 他是我丈夫 叫肖天林 吴蒙是楚南天最信得过的手下 能力不错 他对供销社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 要是楚南天再赶来 有他对付你也省心不少 干爹这么处置十分妥当 吴蒙在供销系统经营这么多年 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我看咱们得去会会二叔了 二叔 吴蒙的笔记你肯定认识 这是他亲笔书写的一份材料 给你看看 楚南天看完后 差点气晕当场 雪儿 这是我压根就不知情 是吴蒙自作主张 带了人去仓库闹事 最后把污水泼到我头上 你是我亲侄女 我怎么会对你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二叔 你跟吴蒙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们不想冤枉你 也不能平白让吴蒙背这口锅 要不咱们让派出所 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 吴蒙知道的内幕太多 他这个时候就把自己卖了 要是到了警局 天知道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宋总 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雪儿是我的亲侄女 都不是外人 咱们还是打开量化吧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楚主任果然快人快语 年轻人做点小生意不容易 雪儿是我甘闺女 所以我希望楚主任 能为雪儿的生意保驾护航呢 没问题 我在省城工作多年 有关部门还是要给一点薄面的 你 感谢观看